嗨,我是宝可梦 Cube卡2023年的权益公告了 今天要带你来看看十一大使用妙招 四大权益基本上有3%小数点回馈无上限 从第一招到第十一招 总共有3%到最高13%回馈 我们今天会一招一招教你怎么拿回馈 这张卡片它的权益从2023年的1月1号到6月30号 基本的四大权益3%回馈无上限仍然是有的 额外的指定权益升级然后还有相关的优惠345 然后还有数位串流平台啊游戏平台等等的 都是我们今天会介绍的内容 但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 乐想购里面的国内外餐饮部分呢 它把海外餐饮移到去旅行里面去了 所以如果你出国玩的话呢 在海外呢做消费想要有高回馈 也可以在海外的餐饮 航空公司饭店住宿都可以直接在去旅行的这个权益里面 通通都享有 那我们接下来来分享第一个妙招保费3% 保费3%有两回馈组成 第一个呢是一般消费0.3 第二个呢是领券加码2.7 所以最高有3%的回馈 刷22222元 那你就可以拿到最高667点的点数 保费3%到底相当于多少的里程回馈 我这边有帮大家做整理哦 3%小数点相当于长榮航空的12元一里 中华航空16元一里 或是亚洲外里头的12元一里 第二招行动支付4%回馈 第一个是四大权益无上限 第二个呢是领券有一巴加码 搭配Apple Pay Google Pay跟Samsung Pay 就可以享有额外的1%回馈 4个月内呢最多可以刷5万块钱 那你就可以拿到最高2000点的小数点 4%小数点相当于多少的里程呢 相当于长榮航空9元一里 或者是中华航空12元一里 亚洲万里通9元一里 其实都相当的不错 第三招全联5% 全联5%有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是集精选方案 有3%点数回馈无上限 第二个是周六刷卡1000元 可以拿到200点的福利点 那相当于20元 换算下来就是2%回馈 每一个人可以刷1000块钱 拿30点小数点跟200点的福利点 PX Pay单笔消费包含除值 而活动期间 每一个全联App会员 只能够领一次 限量3万份 所以建议大家找一个周末 把它解完任务就可以了 3%小数点回馈 相当于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第四招 海外消费6%回馈 如果你选择的是去旅行方案 你可以拿到的是3%点数 回馈无上限 在App领券 可以拿到海外加码2% 活动期间呢 可以拿到600点 所以回推大概是刷3万元以内 可以封顶哦 最后有一个行动支付加码1%呢 提醒你也一样要在App里面领券 你只要在海外使用Google Pay Apple Pay Sanson Pay 还可以拿到这个1%加码 这一次的海外 只有四大限定地区 日本 韩国 新加坡跟泰国 其他国家的部分 没有的外加码 刷5万块钱 可以拿到最高2600点的小数点 别忘了 赶快把你的Cube卡绑定进去 Apple Pay Google Pay Sanson Pay 这样就可以拿到最高6%的回馈 6%小数点 可以兑换长荣里程 大约6元1里 中华航空8元1里 亚洲万里通6元1里 第五妙招 中油加油有7%回馈 7%回馈有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是集精选的3%回馈 第二个是中油加码3% 记得在APP领券 活动期间可以拿到600点 回推大概是刷2万元左右 第三也是行动支付 你就可以把它combo起来 所以最高就是有7%的回馈 中油直营站的判别方式 由中油网站公告 或者是交易站外面的独立登箱上面 有写到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回馈了 搭配自助加油每公升先降0.8元 用你的Apple Pay Google Pay或Sansom Pay 来做支付 一样可以拿到最高7%的回馈 可以刷5万块钱 最高赚2600点的小数点 7%小数点相当于 长荣航空5.1元1里 中华航空6.9元1里 或是亚洲万里通5.1元1里 第六个妙招 收调平台基本上就是宽宏年代 然后KKTX相关的资讯 可以在公网里面看到 一般消费0.3%回馈无上限 再加上领券加码的6.7% 活动期间最多拿700 所以回推可以刷10447元 这个7%的回馈相当于 兑换长荣航空5.1元1里 中华航空6.9元1里 或是亚洲万里通5.1元1里 第七招iCash自动加值10%回馈 2023年其实很多的信用卡 都陆距缩水了 尤其是星光的信用卡 都没有办法拿来缴费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珍惜Cube卡 这一档活动呢 1月1号到6月30号 iCash自动加值呢 每个月都可以刷2000到200 需要办理Cube iCash卡 或者是Combo iCash卡 才能享有这个好康 这个活动呢 需要登录 后来上官网来进行登录啦 除了小七消费之外呢 也可以在小七来做缴费 也提醒你哦 如果你要拿到OpenPoint点数 请你要把你的iCash 2.0的卡号 绑定在OpenPoint的APP里面 这样子它才能够顺利入账点数 第八招 数位串流11% 最多呢 可以拿到450点小数点加码 回推大概是刷5625元 你就可以赚到619点的小数点 它的试用通路是 Apple媒体服务 Google Play Disney Plus Netflix Spotify KKBOX KKTV 但是不含Apple Store的交易 所以你没有办法拿来买最新的手机 也不能够买AirPods 11%的点数相当于多少的里程呢 以长龙航空来看的话呢 就是3.2元一里 中华航空来看是4.6元一里 以亚洲万里通就是3.2元一里 第九妙招 游戏平台11% 上一季也有一样的活动 记得领券加码 可以拿到10.7%额外加码 活动区间呢 可以拿450点 回推就是刷4205元 可以拿到最高11% 也就是463点的小数点 试用通路有 MyCard PlayStation Steam 任天堂 Garena EA Blizzard Epic Game Store 11%回馈 长龙航空最低 3.2元一里 中华航空最低 4.6元一里 亚洲万里通最低 3.2元一里 第十妙招 7-11的Open钱包 12%回馈 请你一定要登录 这活动有两个回馈组成 第一个是基金选的3%回馈 第二个是领券加码 9%回馈 每一个月刷3333元 就可以拿到900的回馈啦 每个月都要做登录 2023年的1月4号 2月7号 3月2号 下午的4点 在官方进行登录 每一个月限量3万名 登录完毕就没有了 这次的活动 计算一般消费金额 云端开心卡的部分 符合资格 但是虚拟卡不行 所以请你一定要去 现场买实体的开心卡 或是水取卡 就符合资格了 再不然你去星巴克 除职也是符合资格的 第十一招 全家消费 居然有13%回馈 怎么赚 来看一下 这个回馈有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是基金选的3%回馈 有点数回馈无上限 第二个 记得领券加码 每个月都要登录一次 如果你是用 Apple Pay Google Pay Sanson Pay 在全家支付的话 再多1%的行动支付回馈 它也是活动期间最高 可以拿到500点 你每个月可以刷 3333元 可以赚到最高 433点 你要在 2023年的1月4号 2月1号 跟3月2号的下午4点 在官方登录 限量2万名 两个小时以内一定会登录完毕 所以请你一定要自己提醒一下 本活动不适合用全银支付绑卡交易 所以请大家不要把它绑定在全银支付 13%回馈相当于 长榮航空2.7元一里 中华航空3.7元一里 亚洲万里通2.7元一里 如果你有世界卡的话 亚洲万里通最低居然来到了 1.8元一里 这个也是很惊人的数字 宝可梦推荐的懒人卡组 这张卡片厉害归厉害 但是它没有办法一卡包办所有的消费 会建议你有一张主力卡 再搭配这张Cube卡 你的回馈是多更多 第一个是现金回馈卡组 推荐你用吉赫卡搭配Cube卡 为什么 吉赫卡在国内无脑刷 有2%现金回馈无上限 搭配Cube卡 你们两张卡片可以相得一张 那甚至在日本用Apple Pay 有最高5% 或者是联邦新户 加开NewNewBank数位账户 最高再多3%现金回馈 相当于国内有5%回馈 活动期间是1月1号到6月30号 那喜欢现金回馈的人 这两张卡片都可以入手 第二个呢 是行动支付卡组 2023年其实很多行动支付 通通都缩水了 但是这张华南SNY信用卡呢 只要每个月刷3000 那么在指定的行动支付 都有10%回馈 等于是每个月固定拿300 好低销3000 我会非常推荐你 就是这张卡片再搭配这张Cube卡 两张卡片呢 等于是行动支付 5卡流 航空里程卡组 如果你是累积里程的话呢 小数点非常的适合你 国泰斯瓦Cube卡 四大指定通路跟十一大好康以外的部分 你就可以透过这张旅人卡来补足你的消费 所以这两张卡片也是我目前的主力卡 吃饭神卡 吃饭约会卡组 国泰斯瓦世界卡其实有蛮多不错的优惠 两人五折的美专餐厅 军越云景中餐厅 把爱系餐厅还要采日本料理 都是很不错 很推荐的 大白的话呢 精华 远东 军越 美孚 都有很多好吃的食物 都是我喜欢的两人五折 所以如果你是老饕饕客 建议你世界卡跟美国运动千账百金卡 都要入手 这样你就有非常多的 两人五折餐厅可以选择了 国泰斯瓦的新救护上车攻略 如果你是新户的话呢 新户手刷里500点小数点一定拿得到 活动期间是1月1号到6月30号 合卡前6个月内没有任何的国泰斯瓦信用卡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回馈 请你拿到卡片之后呢 一般消费或者是在基金选的指定消费通路里面 任刷三笔 而且每笔满888元 并且成功申办电子账单 就可以拿到500点的手刷里 它会在你完成任务的两个月后 回馈到你的账上 我们右边有跟团QR Code 你可以扫码上车 你可以再拿到额外的200点的小数点 这个活动呢 是1月1号到6月30号 你只要在活动期间 以新户的资格跟团上车 要完成的任务很简单 合卡30日内呢 任刷一笔一般消费 或是基金卷消费一笔888 并且登入QubeAPP一次 就可以拿到200点了 会在2023年的8月份 陆续回馈到你的账户上面 基本上你只要有刷3笔888 绑定电子账单 并且登入QubeAPP 两个都拿得到 如果你不是新户 你是旧户的话呢 非常欢迎你上车 活动期间一样是 1月1号到6月30号 旧户上车同享50点的小数点 旧户的定义是 合卡日前6个月内 没有Qube卡或者是已经并入 而且歌名为Qube卡的信用卡 你就符合资格 当你合卡之后呢 要在30日内刷一笔一般消费 或是基金悬指定消费一笔888元 并且登入QubeAPP一次 就可以拿到这个回馈了 这个回馈预计会在2023年的8月份 陆续回馈到你的账上 如果你是新户的话呢 跟团上车最高可以拿到300点的 宝可梦帽级积分 一般成员拿100 优优班成员拿200 机组班成员拿300 旧户上车也有35积分 这个300积分呢 可以换小七300元 旧户的35积分也可以换一杯咖啡哦 如果你不喜欢拿积分 也可以选择5000元领券抽奖 好所以请大家呢 就是一起努力上车 一起努力回报 就可以拿到本团的好康啦 结论 Cube卡包山包海 但这张卡片真的适合你吗 我整理了11组的好康秘籍 但是呢 它其实是非常烧脑 而且你需要花时间去思考 才能够拿到最高的权益 如果你想要一张无脑卡 你可能使用联邦集合卡就好了 那喜欢里程的 你可能使用一张旅人卡就好了 好所以其实 这张卡片呢 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如果你想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那么这张卡片呢 你就一定要办 而且要把它刷好刷满 你就可以免费换机票 年年出国 银行帮你出钱啦 总结来讲呢 2023年的第一季 Cube卡的确有缩水 但是呢 它的权益仍然屌虐其他银行 这11组不同的优惠呢 就相当于有11张不同的卡片 集结变成一张卡片 所以它的回馈呢 的确是非常的不错 最后呢 来推荐一下 我自己觉得很不错的 权益 保费 行动支付 海外指定国家 中油加油 iCash自动加值 然后还有Seven跟全家消费 都是我个人认为 2023年第一季的权益量 也请你一定要用好用满 回馈率真的是非常的高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非常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Cube卡的用卡知识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